雅各书第一章 请看雅各书第一章 第一节到十一节 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 第一节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 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第二节 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第三节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第四节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第五节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第六节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第七节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第八节 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第九节 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 第十节 富足的降悲也该如此 因为他必要过去 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十一节 太阳出来热风呱起 草就枯干 花也凋谢 美容就消磨了 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 也要这样衰残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神的带领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学习雅各书的第一章 雅各书第一章总共有二十七节 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十一节 主题是如何通过百般的试炼 第二节是十二节到十八节 第二部分十二节到十八节 主题是如何胜过各样的试探 第三部分是十九节到二十七节 主题是要如何立行主的真道 那这是雅各书一开始 非常重要的三个主题 那也是今天我们在信仰生活上 非常重要的灵修功课 那很感谢主 有关第一部分 我们已经在上个礼拜晚上 查考过前半段 我们发现试炼是来自于神 乃是神借着各种患难和环境 来考验一个人的信仰 尤其是要摸念一个人的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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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就是要除去我们灵性上的杂质 让我们的灵性能够达到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的地步 这是神的本力 我们发现神的本力原始好的 为了让我们的灵性得益 所以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是一件美事 请看《贴沙罗人家》前书 《贴沙罗人家》前书的第三章 《贴沙罗人家》前书三章三节 《贴沙罗人家》前书三章三节 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 因为你们知道 自己知道 我们受患难原始命定的 再请看《费利比书》 再请看《费利比书》的第四章 《费利比书》第四章的十四节 《费利比书》第四章的十四节 虽然这个过程相当痛苦 但是结果却相当美好 因此《贴沙罗人家》这样说 受患难原始神所命定 要给我们的旨意 所以受患难对我们来说 原始一件美事 那么既然是一件美事 我们就必须要虚心的领受 而且要努力的通过 这样才不会辜负神对我们的期待 才能够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可见这是我们在灵修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门功课 那么问题是要怎么样做 才能够保证我们一定 通过试炼的考验 在雅各书第一章 第一节到十一节里面 雅各长老提出四点秘诀来 跟我们做参考 第一个是喜乐 第二个是信心 第三个是忍耐 第四个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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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谢主 有关第一点和第二点 我们上个礼拜晚上 已经一起查考过了 我们相信在失恋当中 只要我们能够 凡事知足常乐 而且能够对神坚信不移 那么事实上我们已经成功一半了 顺利通过试炼之日 已经指日可待 这是前半段 那今天晚上我们接下来 继续来学习后半段 也就是第三点和第四点 忍耐和智慧 那这两点也很重要 能够做好这两点 才不会让我们在试炼的考验当中 功亏一篑 甚至于前功尽弃 那就相当可惜 因此我们也必须要特别留意 首先我们来谈谈第三点 忍耐 请看回来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 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炼就生忍耐 第四节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没有错失恋就是为了考验我们的信心 目的就是要锻炼我们的信心 好像是精精一样 我们请看彼得前书 请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 第六节 彼得前书一章六节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失恋中暂时忧愁 第七节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活试验 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人的信心是需要经过试验的 没有经过试验就不晓得自己信心的大小 同样的道理 人的信心也是需要经过锻炼的 没有经过锻炼 我们的信心就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地步 因此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试验 试验其实就是锻炼人的信心 最好的方法和过程 就好像一个工匠用佛在野炼金子一样 我们请看真言 请看真言十七章 第三节 真言十七章的第三节 十七章三节 顶为炼银,如为炼金 唯有神熬炼人的心 工匠也炼银子必须要用顶 如果野炼金子就必须要用炉 那么不管是炼银或炼金 都必须要用火来野炼 而且还要必须野炼一段很长的时间 才能完成 说起来真的很辛苦 不只是工匠很辛苦 金子本身也是一种很难受的熬炼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 理由很简单 第一点 因为只有用火来熬炼 才有办法 溶解金子或银子 然后把它里面的杂质 全部烧掉 第二点 因为只有长时间用火不断的熬炼 才有可能把所有的杂质 除得一干二净 因此如果一个工匠想把一块金子 熬炼成精进 他必须要用很大的火 他还必须花一段长的时间 这是一定的 温度越高 时间越长 效果就越好 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懂 难怪这个彼得长老 才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 其实神对人的试炼也一样 神就好像一个工匠 我们就好像一块金子 神为了把我们的信心锻炼成一块金金 变成非常的纯全 毫无杂质的 让我们的信心变得非常宝贵 而且有价值 所以神有时候 也会把我们放在火炉里面去锻炼 用很大的火 用很长的时间来试炼我们 一直把我们里面的杂质 完全去掉为止 就好像旧约的约伯 我们请看约伯记 请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 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 乌斯蒂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说起来约伯是一个义人 圣经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 因此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 他的确是一块很不错的镜子 但是问题是这块镜子看起来很不错 如果把这块镜子拿到神 那个高倍数的显微镜底下 一看啊 其实这块镜子还不够纯 虽然里面的杂质已经很少了 用人的肉眼看不出来 虽然那个杂质非常的细小 用人的手也摸不出来 但是它不纯就是不纯啊 这是没有办法成为金金啊 所以神才想用试炼来熬炼月博 当然正因为 他里面那个杂质又小又少 反而很难熬炼 因为看不出来也摸不到 于是神在不得已的情况底下 只好允许魔鬼用最重的患难 用一段不少的时间来熬炼它 让他一时之间倾家荡产 让他在一日之内家破人亡 而且让他全身生满了汤 从脚趟一直到头顶上 全部都是的 你说这一波一波的打击 严重不严重 真的是非常重 重到约伯之后 一个人坐在颅灰当中 拿着瓦片刮自己的身体啊 今天请问 如果我们是约伯 我们受得了吗 真的是一般人 很难承受的患难 不但是这样 就在他肉体最痛苦的时候 他还要忍受心灵上的刺伤 他最心爱的太太 用能言恶语来讥笑他 他最好的三个朋友 用一些莫西洋的罪名来责问他 这就好像用盐在淹他的伤口一样 苦上加苦 痛上加痛啊 那么我们说 为什么约伯 也会落到这种 凄惨的地步呢 是不是因为他犯罪 不是呢 那是不是因为 他弃绝了神啊 也没有啊 那为什么呢 只因为他灭了一点点的杂取啊 就是自以为意啊 我们看约伯记的32章 第一节 约伯记32章第一节 于是这三个人 因约伯自以为意 就不再回答他 第二节 那时又不惜人 男主巴拉家的儿子 以利户向约伯发怒 因约伯自以为意 不以神为意了 第三节 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 发怒 因为他们想不出 回答的话来 仍以约伯为有罪啊 其实约伯的问题 就只有这么一点点而已哦 就是因为他表现得太好了 所以自以为意啊 而没有用以神为意啊 这就是他那个 又少又小的杂质 那神为了要把这个 又小又 又细的杂质 去除掉 啊神就要把他放在火炉里面 有很重的试炼来熬炼 这就是神的旨意啊 神的旨意相当美好 但是这个过程实在太痛苦 痛苦到人实在没有办法忍受 可是你说不忍受 又能怎么样啊 你能够从那个炉当中跳出来吗 跳不出来的哦 就算这能够跳出来也没有用啊 因为只练到一半啊 练到一半的叫做事不像 什么都不像 所以只有前功尽弃而已啊 甚至还要再重练一遍哦 那就更划不来啊 那怎么办呢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啊 就是忍耐 忍耐再加上忍耐 一直忍耐到底啊 这样就能够保证成功了 我们看约伯记的二十三章 请看约伯记的二十三章 第十节 约伯记二十三章的第十节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精进了 再请看四十二章 看约伯记二十三章的主意哦 他知道神章试炼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知道神章试炼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把它炼成一块极宝贵的精进啊 因此虽然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啊 但是约伯并没有离开神啊 他反而更亲近神啊 为什么 因为他不只是用信心来面对各种的考验啊 他更用忍耐来克服所有的煎熬 这就是为什么雅各长老要强调 信心经过试炼救生忍耐的道理 意思就是说 要通过试炼单单靠信心还不够 必须还要加上忍耐 这样才有办法完成的啊 而且不能只有忍耐一时哦 也不可以只忍耐到一半啊 必须忍耐到底啊 忍耐到最后一分钟 忍耐到真的把里面的杂质 全部去掉了为止 这样才算是真正成功啊 真的达到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的地步了 否则的话 功亏一贵还是没有用的啦 那真的就是很遗憾 非常可惜啊 这是第三个秘诀 这是第三个秘诀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最后一点智慧 我们请看回来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 请看回来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五节 你们中间如果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 也不施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五 通过试炼的第四个秘诀 也就是最后一个秘诀 就是智慧 这一点也相当重要 所以亚各长老才在说完 信心和忍耐之后 马上提出智慧来 表示要通过智慧 试炼 智慧绝对是不可或缺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为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 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大概有三个 第一个 我们说在试炼当中要喜乐 但是当一个人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 怎么样才能够喜乐起来呢 我们谈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他必须要学会凡事之主 那么问题是他怎么样 才能够学会凡事之主呢 除了要靠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以外 除了要靠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力量 他不只是对人生的意义 要很清楚的认识 他不只是对人生的意义要很清楚的认识 他知道人活着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而且他对人世间的荣辱 他会分辨得很清楚的 他会分辨得很清楚的 尤其是不管他在什么环境底下 他都能够明白神的主意是什么 那这种人才有可能不患得患事 那这种人才有可能在患难当中充满喜乐 那么上面所说的这些都需要充足的智慧 他才有办法去看透的 他才有办法一一去突破 第二点 我们说一个人在思念当中一定要有信心 一定能够坚持对神的那种信心 那问题是他怎么样坚持到底 除了他必须不断地祷告神加添信心以外 他自己本身 首先必须要对神的能力有充分的了解 他真的知道神是凡事都能的 那他对神的神性也必须要很彻底的认识 他要知道到底神的德性在哪里 同时他也必须要懂得常常省察自己 尤其必须要常常懂得随时省察自己的信心 明白自己现阶段 我真实的信心到底有多少 了解自己还有多少顿路 还有什么样的杂志 需要把它除掉的 而且还必须要 很清楚地看出魔鬼的诡计在哪里 并且很小心地再去防范 这样知己知彼才有可能百战百胜 你说他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些呢 他必须要很充足的智慧 他才有办法去好好分析 他才有可能一一去达成 第三点 我们说当一个人在百般的试炼当中 必须要立志忍耐到底以致于成功 问题是他怎么样才能够忍耐到底 这更不简单 他除了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以外 当他的理性跟他的信心产生对抗的时候 他必须要懂得怎么样 站稳自己真理的立场 到底我怎么要站 才不会水流飘去 当他在痛苦跟盼望之间 他产生矛盾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盼望很美好 但是现阶段真的很痛苦 这个时候他必须要怎么样去衡量 哪一个轻哪一个重 这样才不会因小失大 才不会后悔莫及 不但是这样 当他在患乱当中已经走投无路 几乎濒临绝望的时候 他必须要在危机当中能够看出转机来 而且能够掌握住转机 那当他在几乎绝望的时候 他还必须学会 在失望当中绝对要拥有一线的希望 他相信人的镜头就是神的起头 然后笑话主耶稣 或者笑话古信徒那种榜样 永远不灰心 一直坚持下去 然后用吃的苦中苦方位 人上完人的信念 去突破一切的困境 这样才有可能忍耐 而且忍耐到底 圣经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这样才有救啊 那我们看到这一切 当然也需要有充足的智慧 去学会怎么样调适自己 成为通过试炼的一种武器 他才有可能一一的去克服啊 由此可见智慧在试炼当中 的确半年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后他几乎贯穿前面三项的秘诀 成为通过试炼的中流砥柱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忽略它 那么问题是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得到神 这种充足的智慧呢 最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向神祈求 因为神是一切智慧的源头 请看真言的第九章 第十节 真言九章第十节 九章十节 为什么说 认识神更是聪明呢 理由很简单 因为神本身就是智慧 因为神就是一些智慧的源头 因此一个人缺少智慧 如果他想要得到充足的智慧 最好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向神祈求 这种祈求是何神指定的 我们请看列王记上 请看列王记上第三章 第十节 列王记上三章十节 列王记上三章十节 所罗门因为求这事 就蒙主喜悦十一节 神对他说 你既然求这事 不为自己求寿 求父 也不求灭绝 你仇敌的性命 但求智慧可以听松 十二节 我就应允你所求的 赐你聪明智慧 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 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 十三节 你所没有求的 我也赐给你 就是富足尊荣 使你在世的日子 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所罗门很聪明 他知道向神求之外 是最合神主义的 绝对不会受到神的质责 更不会被神拒绝 结果真的是这样 神不但赐给所罗门王 充足的智慧 神还赐给他 没有求的福气 因此这个雅各长老 才免利当时的信徒 所缺少智慧的 应当凭着信心 向神求智慧 尤其在试炼当中 更应该向神求充足的智慧 因为只有充足的智慧 才能使喜乐 信心忍耐 发挥他真正的果效来 让我们顺利的通过 百般的试炼 最后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 十二节到十四节 十二到十四节 十二到十四节 道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十四节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入 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 常住在你们身上 如果说天国的人是窄的 路是小的 进去的人也很少 如果说天路的历程是 坎坷不平的 要进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 那么信徒 信主以后受患难 那是必然的 是神所命定的 因此彼得才告诉我们 当有火炼的试验 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很奇怪 反而要用很平常的心 来欢然领受 用喜乐来化解痛苦 用信心来突破疑惑 用忍耐来胜过劲 然后用智慧来克服所有的困境 那么相信我们一定能够 很顺利的通过百般的试炼 我们一定能够得到神 为我们所预备的大福气 那就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唱诗 一百七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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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七十分 二百七十首 中文字幕 李宗盛